尊敬的 各位老师 尊敬的 这位善知识 大家上午好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总是在 思考一件事情 怎么能够 让自己 用清静的心 去利益一切苦难的众生 让一切苦难的众生 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净土 包括我自己在内 学佛这么多年 大概有十五年左右 那么我一致呢 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在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怎么能让一切苦难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原成佛道 普渡一切众生 这是我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怎样呢 让自己获得清净心 让自己呢 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原成佛道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发菩提心 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呢 对过去的事情 就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不是很想 所以我过去 怎样去改错 我都忘记了 过去所受的痛苦 我也都不记得了 因为总是想发菩提心 一向赚点阿弥陀佛 所以对过去的事情 都不记得了 因为这次呢 想跟主委老师汇报一下 昨天晚上 我跟几位居士来 聊一聊 我过去的修行的一些经历 才慢慢的想起来 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 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也经历了那么多的成长的喜悦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特别是想 有今天上午这堂分享的课程的时候 我才去回想 我曾经的经历 也就十五年的这个修行 因为我学佛呢 就是从学了凡事训开始的 那么学了凡事训 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一趟修行课程 就是翻行改过 我每天都要记日记 我的日记呢 已经有十几年 已经有很厚很厚的日记 日记呢 就陪伴我成长 就翻行改过 陪着我走过 十五年的修行的道路 学佛的道路 因为总是在向前看 向前面看 所以对过去就不大想 但是昨天呢 和今天早晨 我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那我就把我修行的一些经历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不圆满的地方呢 请我们作为老师 和作为善知识呢 批评指证 让我以后呢 能够很好的成长 那么我们 我觉得呢 修行下手处呢 就是从孝敬下手 就弟子规矩讲了 守孝梯 那么刚开始去 落实守孝梯的时候 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当我们去 坐着坐着的时候 就会明显地感到 老祖宗保佑 佛布萨加持 你不做的时候 你不知道 当你做了一点点的时候 特别是你刚开始做的时候 感应呢 是非常之明显 你看 我刚开始呢 就想呢 我父母 我可以常去 因为我父母家呢 离我住的地方 骑自行车 大概有十分钟就到了 那我每天 每天都会去看望父母 每天晚上去看望 只要我在安山 每天就看望 那么我就想 父母呢 我自己的父母是父母 那我岳父岳母 也是我的父母 那么我想 我对父母的孝敬 和对岳父岳母的孝敬 是不是平等的 我思考一下呢 还是父母要重一些 那么我要对岳父岳母的孝敬性呢 要提升 要加强 要深入 那我想 第一个动作干嘛呢 我想呢 第一个动作呢 我就给岳父岳母买水果 因为我们家里呢 过去买东西呢 买礼物都是我太太管 咱家太太是咱们家的财政部长 我挣的钱 都是通过银行卡 卡在我太太手里 我管赚钱 她管花钱 那我花的钱怎么办呢 太太给我开工资 所以老师 能知道我太太一个月 给我开多少钱吗 一般情况下 她就给我四百块 因为我们那儿 生活水平要比这要低一些 四百块对我来讲 是足够了 你看我不抽烟 我不喝酒 没有花钱的地儿 四百块是足够了 如果到外地出差 做事情 我太太就问我 你需要多少 她再给我拿 所以我太太是 每个月为我开支的 咱们家的人情往来 太太管 我不问 不管也不问 包括咱家现在 有多少存款 不知道 所以我心还是 相对比较清静的 能够一心呢 就用在修行上 怎么孝敬一切 怎么善待一切 怎么能够做到 人爱永远 心就往这上用 所以心灵一天必然清静 我就想呢 这次我为岳父岳母买 买礼物 一定要我自己花钱 这不贵太太管 来表达我的孝敬之心 一定用我太太 给我开的工资 我就想 那我给我岳父岳母买东西 岳父岳母的父母还在 就我爷爷奶奶还在 我要给爷爷奶奶买一份水果 我岳父岳母呢 我就我太太的姥姥 都八十多岁 快九十了 还是健在 那我要给爷爷奶奶买一份东西 给姥姥买一份东西 给岳父岳母买一份 啥个老人吗 老人都是咱们的根吗 我要买三份 买三份买什么呢 因为我们东北的农村呢 生活还没有我们这个地区这样富裕 挣来的钱 既是挣到钱了 他也不会随便花钱 说买那个比较好的水果 他是不会买的 我就想呢 给我岳父岳母 爷爷奶奶 姥姥买什么呢 就是他不能买的水果 我给他买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南方那小柿子 这么大的小柿子 他这农村是肯定不会买 他自己不会买的吃的 老人都仔细啊 勤俭 我就买这份水果 买三份 所以老师 就买水果 就感应现钱 当时我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给岳父岳母 姥姥和爷爷奶奶买礼物 过去都是太太买 这次我要用我的四百块钱去买 我到了我们一个叫美基克的超市去买 去了我这个时候 起月就来了 我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因为孝敬心有喜悦 当时我不知道 我去了轻飘飘的去买礼物 我去了就跟那个服务员 服务员讲 他是超市吗 其实是自己装水果的 我说那个我服务员呢 我这时候是情不自禁了 我要给我岳父岳母 给我爷爷奶奶 姥姥买水果 我自己就跟人捣鼓 我到现在 我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人说 现在才知道啊 真的是老主动保佑 这服务员一听他高兴了 他说来 我帮你装 他拿了三个袋 他给我调好的 随后老师 你看我们有这么一点孝心 人家帮咱 你说谁杜谁啊 人家要是不行小道 是不是我们有问题 他给我装完了 他说行了 我给你装了三份 你拿去撑吧 我很喜悦 我说谢谢你啊 谢谢 我就拿了三袋水果去撑 撑的时候那个小姐就问我 先生你撑过了吗 我说没撑过啊 他说为什么 三份重量怎么样 全部一样 主动老师 我们讲平等心 哎呀这平等心太难了 就那一刹那我才知道 我为什么老想找这个平等心 找不出来 你看 我孝敬老人的时候平了 孝敬心就平等心啊 这是感应现前了 我特别喜悦 我终于找到平等心 我孝敬老人平等心就现前 这份喜悦对我来讲 太太喜悦了 为什么想称佛吗 平等心是佛心啊 我找到佛心就孝心了 然后他就会铁上标签了 他说 他就 他也觉得很奇怪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 贴上了 感应还没有完呢 我就拿这个 去交钱 在超市门口交钱 大家知道多少钱吗 99块 每样33块钱 我拿100块 给我找1块 孝敬老师 神不神奇 我就拿着1块钱 我说 啥意思 干嘛要生1块钱呢 老祖宗就告诉我了 佛不算告诉我了 以后啊 别想别的了 一心一意行孝道 您就能成佛呀 你就心想事成 有求必应 我特感恩啊 就攒这么一点点孝敬心 第一次 你看 想拿自己的钱 来表达心情 真诚 真诚的孝敬心 就跟佛心通了 跟老祖宗就通了 朱老师 我太喜悦了 我就学佛这么多年 天天念佛都没有反应 我怎么去做了一点点事 就有这么大的感应 我知道 这是用心念佛了 去做的时候 就是用心念佛 所以从那以后啊 我给老人买东西 我从来不惧怕 我知道 这是有感应的 那是有保佑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我在跟大家讲一个保佑 我父母买了一个 那个加热器 就是做汤的 到端端端端上以后 还可以加热 那天我陪我父母吃饭的时候 那个加热器 那个解除不好 就冒烟了 我说 爸呀 这多少钱呢 买的 新买的 我说多少钱 我新买的 怎么能质量不好呢 我爸说 25块 老人仔细 我说爸 这些东西不能买便宜的 你质量的好 其实老人他不懂 我爸说 咱也不懂啊 我说爸 我给你买一个 电磁炉 我爸说贵不贵 我说贵咱也买好的 那么老男口 你在家用 你用不好的 我不放心呢 我妈说行 那你看着买吧 其实我没买过电热器 电磁炉啊 因为我们家里的事情 一般都是太太做 因为我们太太 我太太是专职太太 在家了 那么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我自己很有信心 就是给父母买东西 你肯定买到质量最好的 并且价位是最便宜的 肯定是最圆满的 那个东西给你 我不知道哪地方 有卖这个电磁炉 我去下班的时候 我坐上车 我们单位是接送吗 我说我要到哪个地方去 我要给父母买这个电磁炉 我给父母买东西 我一定捣鼓 一定说 为什么呢 我就知道有人肯定保佑我 不知道谁懂这个事 但是我知道 肯定有一个懂的人来告诉我 我不需要问很多人 我就捣鼓 我说我要给我父母买电磁炉 那我同事告诉我 我给你送到哪一个电器商店 你去买 他就给我送到门口 你看 我下车了 我就上楼了 我说电磁炉哪里卖 他说在几楼我去 我看了一圈呢 最便宜的299块 但是都是品牌的 因为在电器商店质量都很好 我父亲说 不要太贵嘛 我们能够加热就可以 那我想299要买啊 我走到最后一家的时候 164块钱 秉杰是个品牌机 他们正在推销 当我买回期的时候 我说164块钱 我父亲都很喜悦 我母亲也很喜悦 我第二天回去上班的时候 我同事问我 你买没买啊 我说买了 他多少钱 164 他说不可能吧 我说你看看 我下车买的 你去看看 我好几个同事告诉我 他说那我也得去买 这么便宜 没听说过 他们正在推销 TCL 你看 说主席老师 很多老师说 那怎么都保佑你 不保佑我呀 主席老师 你为谁办事情 你要是为公共婆婆 主席老师 您试试吧 你今天就试 你看看你有没有灵感 你能不能获得广大灵感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这个儿媳妇能给公共婆婆买东西 你看我给 我给岳父岳母 给父母买东西都这么大灵感 那一个媳妇 二媳妇给公共婆婆买东西 那多大灵感 所以我给父母买东西 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说着说着就去了 就能买到恰当好处那个 说孝道最圆满 为什么 孝道是性的 这是我第一次 给岳父岳母买礼物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给父母买 给岳父岳母买的少 我第一次发心 给岳父岳母 给我太太的爷爷奶奶 姥姥买东西 就这么大的一个感应 给我信心了 那么在我们行校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去做的过程当中 对经典呢 才慢慢体悟 你看 我再给大家讲个例子 因为我每天晚上 都要去看望父母 陪父母说说话呀 就说事情啊 陈则醒 婚则定 陈则醒呢 我父母不是很同意 说你一旦为这么忙 你老来 我们还不得劲呢 其实早晨去也非常殊胜 因为父母呢 你一看父母不高兴 你陪他说说话 他高兴了 他这一天都喜悦 我要星期六星天 要是没什么特别事 我就踢着电动车去 早晨我也去 但是早晨去的少 只要是晚上 有一天呢 我晚上去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感受 有一种感应 我陪父母说完话了 我母亲说 那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这一天工作很辛苦 我说妈 那我走了 我妈就送我 每天我妈都送我到门口 我刚要换鞋的时候 敲门声来了 我母亲说 你弟弟来了 主位老师 母亲对我们的敲门声 都很熟悉啊 这个母亲啊 主位老师啊 一个人爱别人的时候 他就生智慧 我说我妈真了不得 我弟弟就在那敲门了 我妈说你弟弟来 你就再坐一会儿吧 我就退回来了 门一开 我弟弟真 这就是我弟弟 你敲门的声 你开门的声音 他都会知道是谁来了 就母亲的爱啊 是特别特别深刻 细腻啊 这个时候 那我弟弟穿鞋的时候 他换鞋的时候 我就进了 我父母的房间等着 我坐在床上 那么我弟弟回家呢 他也是这样的习惯 他一米八 北方的大汗很壮 他进我就 也是九十度鞠躬 也是学弟子规的 学佛的 一鞠躬爸好 然后一鞠躬妈好 就这样 我坐在床上 是不是要看到整个过程 就他问父母好的时候 进阶线前 我第一次感受 就我父母的房间 出现什么了 就是一道白光 充满了我父母的房间 第一次 这也是第一次经历 就这一道白光 充满了房间 我突然就明白一句话 初步体会啊 不敢说明白 明白哪一句话呢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为什么父母在 咱不能轻易离开父母 尽量不离开父母 不到父母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为什么 这一道光就是磁场 老祖宗佛不是保佑啊 让我明了 父母年龄大了以后啊 他的精神就开始弱了 就他的磁场就开始弱下来了 他为什么喜欢咱们后代子孙去 特别是我们还正在 身强力壮壮年的时候去 我们的磁场 就能加持我们的父母 为什么老人越来越跟孩子在一起 孩子的磁场特别纯净 他特舒服 我们年轻人的磁场 就会把父母这个房间的磁场 转化 他在这种磁场里面 他会长寿 他会安宁 只孝父心宽了 孩子孝顺 父母往往都长寿 就这个道理 特别是呢 我们用孝敬心来探望父母的时候 你想想 孝光普照啊 那有加持力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啊 有几个人在落实地子规呢 有几个人念念想笑着父母呢 我母亲 我母亲那个楼门 和旁边楼门的大姨都认识我 他们见面都跟我说话 我不阴使他 他认识我 又来了 我说没事 来看看 那大姨说什么没事啊 这就是孝顺呢 哎呀大姨 我说我愿意来 看父母高兴 你看 这种光明就开始照耀 那老人也很喜悦 那我们在这孝顺心 就进了父母的房间 给父母一举功 一说话 陪着他看看电视 陪着他唠唠嗑 说说话 你那种痴场 父母长寿 然后再给母亲按摩 一面听他说话 把母亲的手就 把母亲的手就请过来了 放在这儿 就给他按了 一直这样按下去 一个个按了 这要交换能量啊 特别是那个 咱们孝顺老人的时候 那种慈悲不可思议 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摸老人的身体 一定要去摸他 一定去抱抱他 一定要去握他的手 这位老师 握妈妈的手特别重要 我们去爱一个老人的时候 包括一个年轻的同修 如果我们真正有慈悲心 都要经常去握他的手 为什么呢 我有经历 我们呢 有一个老人 是台湾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他到我们 我们那个安三寺里 去养老 一百零五岁那一年 因为一百多岁的老人 是很少的 不多 在我们那个地区 我们知道的不多 我母亲就想去看望这个老人 那天呢 正好我有个叫刘姨 我母亲 加我 我们打 打车 打出车就去了 看望这个老人 那么一进门呢 因为这个老人 一百零五岁 我们还仰慕他 就给他磕头 磕头完了 我母亲给他握手 然后刘姨 再跟他握手 最后一个 就是我跟他握手 当我握着 这个老人的手的时候 这个老人就跟我讲 孩子 你怎么这么暖和呢 我说老奶奶 你怎么知道我暖和呢 他说 你握着我的手啊 你身上的热气 到我这儿了 我说老奶奶 如果你舒服 那你就握着我的手 你别动啊 我就握着你 所以 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就提悟到 要经常去握着 母亲的手 你去抱一抱他 那个对母亲呢 是特别笑颜障 感应特别好 我懂这个道理以后 很多通餐道友来了 我都要去抱一抱他 孩子有时候 跟孩子在一起 也搂一搂他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有慈悲在交流的 人和人都是一体的 当我们很真诚地去抱一抱他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能给他很多的支撑 这种支持可能是都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才有感受 所以经常去摸母亲的手 我就想啊 一个儿媳妇 如果能去握着老婆婆的手 那个感觉可能比我摸老奶奶的手的时候 可能是更殊胜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 儿子笑不如洗漱笑 媳妇能去摸着老婆婆的手 这位老师 这个福报 这种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孝经有讲 孝涕之志 通欲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那么从2000年以后到 06年的年末 我也到处去讲课 这几年不讲了 那讲课以前 要做一个工作 因为每一堂课程 我们都是在供养所有的父母 因为世祖父 卢氏父 世祖兄 卢氏兄 所有人的父母 都是咱的父母 所有人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就像每一堂课程们 都能把孝道 演说出来 都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回家例行孝道 通过孝道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社会大众 通过孝道 都能走到 他希求的 那个幸福美满的地方 对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讲 我们通过孝道 我们可以走进西方净土 那么就想产生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把孝道演做出来 那每次讲课以前 都有一份工作 都有一个工作 一个动作 一定要做下去 就是给父母打电话 给岳父岳母打电话 为什么呢 这 这 这抱抱佛脚啊 通一通啊 把孝道通一通啊 朱老师 是得到加持力的 您试一试 就是你一定要去做 你才有感受 这已经是我们 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到那讲课以前 特别是早晨 打电话 妈早上好 给岳父岳母打电话 也是 妈早上好 有事吗 没事 就是打电话问问 没什么事 我在哪里 干干 做什么 这一下 跟父母通 就是跟祖宗通 跟祖宗通 就是跟地藏王菩萨通 就是跟阿弥陀佛通 你看 当我们去孝心 自己的公共婆婆 岳父岳母 长辈和祖先的时候 我们通过孝道 跟大自然 跟宇宙的万有通了 跟我们的法身通了 孝道急促 就是变虚功法界了 所以 你看 孝会有一个果报 孝会得到什么果报 孝就顺了 孝顺孝顺 对不 你看 我跟父母一打电话 一这个孝道开始通了 这课程讲的 就比较流畅 到香港打电话 这不方便呢 那怎么办呢 我就用心打一下吧 我说 爸妈 我今天要讲课 你保佑我 阿弥陀佛 用心打一下 你现在用心打一下试试 你马上特别舒服 为什么 你体力主要老师啊 我们不孝道呢 我们就是一个 一个飘零的叶子 树叶 你要是 你孝顺父母的时候 你跟咱们家族 那个树 你就这个家族 这个大树的一部分 老人是根吗 老人是树根呢 你 你这个信念跟老人 一祝福 一打电话一通 你跟这大树的根就通了 父母是根 父母还有父母 你看 咱孝顺父母 父母的父母 能不高兴吗 爷爷奶奶 长辈祖先 能不高兴吗 以下就跟祖宗通了 中国人的祖宗 是最有德啊 刹那就跟 静虚控辩法 其实一切 种种就通 所以现在 只要有事情 注释不顺 因不孝 一旦又补 补顺当的事情的时候 马上就给父母打电话 要是在 我在安三的时候 在家 怎么办呢 不打电话 马上骑上电动车 哗到父母家坐一会儿 一般干嘛的 买点礼物 不花钱不行 不动真的不行 你动真的买点 去了 你要听父母说话 等你父母说完话的时候 你那个烦恼就下去 你又不顺当的事 包括你有病 干嘛 马上给父母打电话 问候 不能说父母我有病 不能告诉父母有病 因为父母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孩子有病 我们你看 我们都有孩子了 孩子有病的时候 我们都想 不是我有病 你别有病 千万不能跟父母说 自己有病 父母说 你这人挺好吗 妈我非常好 我母亲内心 还有一个秘密 我就体悟 我母亲到底想什么呢 因为我母亲知道我吃素 我母亲最怕啥呢 她天天就心里合计一件事 我这个儿媳妇 给没给我儿子做素菜啊 我儿子是不是糊弄我儿子 她不放心 但是你要直接说 哎呀 媳妇怎么对我好 她不一定相信你 她说你这鞋弟子归了 就来糊弄我 你怕我不放心 所以那怎么来 来沟通 这个母亲 就是婆婆 跟媳妇之间的 这个沟通呢 我们做儿子的是乔梁 那怎么能起关 这个沟通的作用呢 你看我就很习惯 我妈说 那学会呀 正好刚刚 饭刚刚的段上煮 你也吃点吧 我妈吃不了了 我太太 她叫单安无 单安无欲 那个单安 无量收集讲 单安无欲 咱俩太太叫单安 我说咱俩单安呢 今天给我吃的太多了 不吃都不行 给我找好几个菜 我妈说 那吃什么菜啊 我就给我讲 今天做了几道菜 我还跟我母亲说 我觉得 我说我母亲 我跟我母亲讲 我说走过很多饭店 吃过很多菜 我觉得单安做的菜 是最好吃的 妈 除了你 就是她做的好吃了 接着父母的话 就表扬她 你不能突然一表扬 她母亲不一定相信 妈你说 你说我长现在这么胖 我不敢吃 咱俩大 老样我吃 她说你瘦了 妈就不高兴 你多吃点 你看 妈子一听 咱这么说 有意和无意这么一说 老太太高兴了 见见到媳妇的面 就可亲近了 所以如果这个婆婆 母亲 这个母亲对 太太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做儿子是要检讨的 我们这沟通不够 我经常说 我说妈 现在 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丈夫了 我妈说 那你怎么 怎么说呢 这个话呢 我说你看 大家现在 经常给我洗脚 用那沐浴露给我洗 我说不用这个 她就习惯给我这么洗 我说这能洗干净 沐浴露能冲干净吗 她就给我再来一盆水 再冲一边 太太对咱那个好 哪怕是一点好 马上就汇报 这个最养 最养父母了 她在旁边一听 心里安了 我儿子被媳妇这么照顾 她真有福 信放下了 她再不挂你了 她不挂你了 所以这个善体亲信 亲所好利为据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 我就是把我能做到的 点点滴滴的贡献大家 其实我做到的 可能也就这么点 但是就这些 就觉得让父母特别喜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去看望父母 我还有一个体会 就有一天 我母亲告诉我 她说今天我包菜饼子 菜饼子 我们香港这地方不知道 懂不懂 就是那个大的菜包子 都这么大 一般都是用玉米面包的 里面那个菜特别多 所以叫菜饼子 叫大菜包子 就这样 我母亲跟我说一句话 哎呀 今天我包的菜饼包多了 吃不了 我就把它放冰箱里了 主要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有意思 它吃不了了 它有压力了 包多了 或者说味道 不一定和它自己口味了 包多了 这时候我们的 做出什么反应 咋说 我说妈呀 我最爱吃你包的菜饼子了 你包多少 妈给我点行不行 我妈说你爱吃啊 我说妈 我最爱吃你菜饼子了 我说咱家蛋不会爆 我都捞不着吃 我妈说 那给你呀 妈说那太好 我说妈太好了 临走的时候 我妈把塑料袋拿出来了 我妈说 我说妈 全给我得了 全给我行不行吗 过去我说话都不会这么说 现在我行 哎呀 我说完了 自己都得及人 我说妈 全给我行不行 我妈抱好了 哎呀 我下了楼 主委老师 你知道我啥感受吗 一股暖流 从内心就 从心底 我每次从我母亲家楼 我母亲住二楼 我除了路门口 每次都是发洗充满 就这一次一股暖流 就从内心就起来了 为啥 蔡老师说 善体亲心 亲所耗力为惧 亲所物己为惧 我妈 她吃不了了 你说一个老人家 那么大的菜饼子 一顿吃一个 她得吃多少天呢 比如说吃一个星期吧 这个星期她是沉重的 她勉强自己吃啊 老人她省啊 她决定不会浪费的 那我一顿 我加大力气 一下吃四个 我两顿吃了了 主委老师 你要是不在父母身边 咋整 咱妈是不是 又得一个星期 心里累不累 你说 养咱这么大 咱又大学毕业了 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你说咱挨骂什么呢 你说咱给予父母 什么了 我父母的退休金 比我工资都高 给人钱 人不要 人还得帮我 你说 我们如果不在 不在父母身边 每天去去看望的时候 你知道他冰箱里 有菜饼子 吃不了啊 他也不能跟你说呀 这是他跟你捣舞 捣舞的时候 我们敏感啊 因为咱们求佛力加持 这罗斯蒂子龟啊 好好做人啊 把过去没做到的补障啊 你看 他灵感 我就想 父母再不远游啊 老两口也是人呢 他俩也需要沟通啊 那父母也有不愉快的时候 今天一进门了 哎呀 爸好 妈好 没反应 什么意思 今天父母 可能就 在某些问题上 有普通看法的 马上就念佛 求老子宗保佑 今天差什么不合呢 马上就这个信就提出了 警觉信提起来 念佛 有感应 我妈说 今天怎么怎么回事 有啥事的 怎么怎么回事 我去佛力加持 给他摆平 把他内心摆平 咱进门的时候 父母还不高兴呢 咱走的时候 父母都信平其合 你看 做儿女的 为什么父母再不远游 游必游方 就这一句话 哎呀 特别特别 有意思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经常 问一个小朋友 孩子啊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很多孩子都讲 我的健康 我说你的身体健康 那你身体是谁给的 爸妈给的 那你说 爸妈重不重要 说比你健康还重要 没有父母 根本都没有你 还他什么健康啊 知恩报恩 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 就是孝敬父母 我们刚开始 我是一个星期 看一次父母 为什么 我后发力胜盲啊 很多人需要我照顾啊 这肯定是没错的 这是对的 但是你爸最重要的工作 你爸父母孝敬好以后 你再去照顾别人 你会照顾得更圆满 更智慧 更平等 更正确 更慈悲 更真诚 为什么呢 本利者道声 孝敌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说我们每个人 都想自己内心去笑 周老师您今天试试 咱今天晚上 去买点礼物 去看房公公婆婆婆 咱今天就干 或买件衣服 或买一个礼物 公公婆婆喜欢的 岳父岳母 父母喜欢的 你回家 你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笑涕嘛 是一切的根源 就一切美好的根源 但是我过去 周围老师 我特别不孝敬啊 我不孝敬到什么程度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 但今天说出来 为什么呢 我当大面忏悔啊 忏悔业障 你看我不笑到什么程度 内心想不想笑着父母 周老师我真想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是在青岛 我上了四年大学 我家在大连的农村 比大连还有三十百里路呢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嘛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我是没有今天的 所以特别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改革开放 我们才一个 从农村能考大学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我不会上大学 所以特别感谢 那个邓小平 特别感谢党和政府啊 说今天我能上大学 还能到市里的一个 政府机关去工作 特别感恩政府 党和政府 那个买船票是很困难的 因为那是交通 刚刚开放嘛 交通特别不方便 我父亲呢 就到大连购买船票 然后我晚一点去 冬天的海风是非常冷的 我父亲 我在码头的大门口 我父亲就从码头里边出来 我父亲围着个大围巾 我看到我父亲 那个苍老的脸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那个北风当中 吹着我父亲的苍老的脸 当时我就发愿 我说我这一辈子 如果不孝顺父母 是决定不行的 我无论如何的孝顺父母 我一定将来挣钱 养我爸养我妈 当时那么想 才知道现在 去养父母 不一定就用钱 钱也很需要 但是关键是用心 用心形去做 当时我发愿 我说肯定我要去做 当时我在内心深处 我就下定决心做一个孝子 我觉得父母太难了 你说我考大学了 我上大学了 我父亲还得为我买船票 老人家去买 去排队啊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最有恩德的就是父母了 还有老师啊 你看我内心深处是真想孝道 但是脾气特别大 有一次你看我怎么接孝道的 很惭愧 我父亲在打麻将 他没有事了吗 我母亲说 那你去叫你爸回来吃饭吧 我父亲在他的同事家打麻将呢 我去了 我说爸 咱们回家吃饭呢 我妈饭都做好了 我爸说好啊 他说还有一圈能打完吧 我说好 他们在打麻将 我就坐在旁边 坐了一圈下来 打一圈下来 是不是要结束了 但有的人不愿意结束啊 那都是我的叔叔大爷 跟我父亲都是同事吗 我就不乐意了 我说你们是大人 怎么还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周老师 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动作 大家知道我怎么做吗 大家都不会猜到 我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把麻将拿起来就出去了 拿了几张出去了 弄到水稻垢里去 你说我父亲什么心情 周围老师 这是我学佛以后的事啊 我想为什么说这个 第一个是忏悔我自己 第二个我想跟周围老师汇报 我去学着去孝顺父母 在父母身边柔声下气啊 我用了十五年 我刚才跟大家汇报的 是我现在能做到的 我现在能看到我父亲脸色说话 他不高兴了 我俩是就闭嘴 不敢说 我是真不敢说了 我又对父亲有敬畏之心 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还会怕我父亲呢 我就觉得我父亲要是说我 那不应该 我不能那么做 比如说 我父母下相齐 父亲下相齐就回来了 我母亲说 你看你爸老下相齐 身体能行啊 我过去就会去教我父亲 现在我不敢 我妈呀 我爸这一辈子也没什么爱好 他老人家玩点就玩点 他高兴了 回来念佛 用习约系念佛 不也很好吗 他没别的爱好 回来我都不说 我不敢说 过去你看 我对我父亲那么不客气 现在一个人行孝道以后啊 他生起敬畏之心 我本来想跟我父亲 说好的一句话 这句话我都告诉我父亲 等回到家里 看到我父亲坐在沙发上 一感受 我俩是嘴就闭上了 我觉得这个磁场 这种气氛 我就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对父亲有份尊重 一份敬畏 一份孝敬 所以因为自己开始有这种感受了 才知道 对老师的敬畏是从哪来的 是对父母的敬畏开始的 一个人如果对父母没有敬畏 敬畏之心 怎么会对老师那么恭敬 他做不了 这是我感受 这慢慢去改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反复啊 因为这个性子啊 秉性难移 比如说我母亲有一件事 我母亲就哭了 我说妈你看 你都学父这么多年 这为这点事 你怎么能生气呢 你看 怎么反复了 你要批评父母了 而不是安慰他 去体恤他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把母亲当学生批 这都是我干过的事啊 但是一说完了 所以说所以说 全身冒汗了 我这怎么能批父母呢 我是谁啊 我把父母当谁了 我不把父母当孩子了吗 错了 马上就站在那不知声了 身上就开始冒汗 我一冒汗就喘 一点点下来 现在真的对父母的批评 那个心啊 相当少了 受益了 心变软了 心变软了 在单位对领导同事就变软了 我们 我们各位老师都知道 这个脾气是最难降服的 这个脾气啊 为什么呢 他一下就起来了 他不用你想啊 不容分缩 我脾气大到什么程度 注意老师啊 你看 我要不学佛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是多么没有福报的一个人啊 人家请展吃饭 因为在政府啊 有的有些有些应酬 哥们朋友啊 有些 应酬吃饭 人家请我去吃饭 你看我多没有礼貌啊 我在左面上 能跟人家朋友吵架 就是我呀 你说不学佛的话 这样的人 哪有福报呢 哪有智慧啊 特别不幸啊 这个脾气是不是很大 我没有去学弟子规以前 我怎么想改 改不了 当我去学着孝敬父母的时候 这脾气下来 不知不觉就下来 所以能降父称灰心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父母面前 养成柔生下气的习惯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地藏王菩萨 能够普渡地狱众生 地狱 寒冰地狱都是火海啊 为什么地藏菩萨 能够进火海渡众生 宵敬 所以一个人 怎么能把自己的脾气 降附住 朱老师 在父母面前养成 特别殊胜 你看 师父提倡学弟子规 听完蔡老师讲课以后 咱去做这个笑题 不知不觉啊 自己的脾气下来了 现在我有什么感觉呢 你要是让我发脾气啊 我自己难受 我特别不愿意发脾气 你发脾气多难受啊 咱好好说多舒服啊 体会到身心柔软 体会到什么呢 纯净温和 宽广平正 君子坦荡荡 没有脾气 老师这一个劲 稳稳当当的 心里稳稳当当的 在父母面前 养成柔成下气的习惯 这了凡事 君子太高明了 不在父母面前养成 在别人面前 你非常难养成 因为父母是什么 父母 那就是咱家的树根呢 那不准讲道理 就是孝顺嘛 所以诸位老师 在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反复 刚开始可是非常喜悦的 但是在过这过程当中 我们有习气 会有反复 但是诸位老师 不要急 你坚持下去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特别想跟大家汇报的是 看父母那个眼神 看父母的眼神 诸位老师得练啊 我过去为什么跟父母发别情 回家看父母的眼睛 都瞪眼睛看父母啊 看父母的眼神啊 诸位老师得练啊 你先看佛不上的眼神 然后去练 我是怎么练的呢 我到单位去 工作 工作 没有什么工作的时候 我就到那个 到那个我们的院子里 去散散步 放松一下再工作 看那个花 看树叶 比如看镜头啊 用那个力道 你去看 不能瞪眼睛 那个心一定是 敬畏的心 去看父母 不一样 然后呢 对父母是这个眼神 对通膳道友 看通膳道友 也是这眼神 那个心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在 安山呢 有很多通膳道友 我们有一堂课程 是什么 就是练眼神 怎么练呢 就在你眼前 放一个橘子 或者放一朵花 你把圈身放松 静椎放松 然后呢 下面一点 去看着它 然后就调 调这个力道 然后你把眼睛放松 力道减弱 减弱 再继续减弱 减弱到一定程度 你就觉得不得劲了 好 再加强一点 然后这个眼神 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我们 我们在一起 讨论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讲眼神 一讲眼神 大家的眼神 就开始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了 我们一说 我们的眼神就要调了 所以教学最重要 很多老师 包括我们 北方人的女性 也很豪爽啊 那打人也很厉害 有机缘 他们就到岸山去看 那我们的女老师 你看长得很 很福报 过去打人啊 他就练眼神以后 他前面看人 第一个 第一个意念 就我看他的 好好看 什么叫好好看呢 千镜 千卑的眼神 我们曾经这么说 你的眼神千卑吗 你的微笑千卑吗 你的言语千卑吗 你的脚步千卑吗 你的服饰千卑吗 现在人他穿得很少 那不就张扬吗 很千卑的人 他穿得都比较严实 比较恭敬 所以我们这么去练以后 他多少年 那个脾气啊 没有了 他老婆婆都说 你怎么变了呢 你哪儿变了 我们就看你变了呢 就前 前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几个同餐道友 请我们吃饭 我去了 他就跟我讲 他学会啊 你修行进步了 哎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朱老师 他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吗 他从哪儿看出来 我有点变化呢 他学会啊 你眼睛里没有洒气 过去我在 我也当过几天领导 后来我都40多了 人家年轻人都上来了 咱也没什么发展 咱让给别人吗 找领导说 你看大家这么努力 我都这么大岁数 有啥发展呢 让给年轻人当 他们有积极性啊 当领导习惯了 看人的眼睛立啊 自己做不到 那你那错了 人家说你还错呢 人家谁敢说呀 在政府老去检查 收费 到哪儿去 就找人毛病 就你这有毛病 看什么罚款 收费 就看人毛病吗 回到家里 你说 回到家里 还给太太当领导呢 太太能服你吗 我是你太太 我不是你不嫁 能不打架吗 这个眼睛像刀 还有哪个地方像刀 对 这个刀刀见血 眼睛像刀 那嘴能不像刀吗 你说谁跟咱在一起活着 你说这个太太 是不是太不幸 天天给太太动手术 能行吗 周老师 修行修什么 你看老婆的眼神 我有一天 带着师父的影集 在单位看 我同事一句话 给我吓坏了 他说 我同事比我小十几岁 一个女孩子 他说这个老头 怎么这么慈悲呢 我说你说什么呢 我说他也不应认师父 他怎么知道他慈悲呢 我知道师父慈悲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说什么呢 我说他说这个老头 是谁这么慈悲呢 我说他就是金空老和尚 你知不知道 哎呀 他就是你师父啊 我说这就是我师父 我说怎么样 你师父真慈悲 他说你要是像你师父就好死 我说我的甜甜看 我就像了 跟谁像谁 说学佛学什么 学佛学后道啊 学慈悲那个劲啊 不是学 学完佛了 去指导别人的 错了 学佛就学孝敬啊 学后道 学看不见别人错了 他再错 那个刘老师说 那个有过一个做爷爷的 可能 那他就是这个人 老有男女之行 对自己的孙女 他都他都不老实 这位老师啊 他多可怜呢 他控制不了自己 谁不想好 这位老师啊 谁愿意读地狱 谁愿意发脾气 谁愿意有那么多欲望 我也不想有啊 能控制住吗 所以佛菩萨体会 众生的痛苦啊 我一定好好努力 我来帮忙你 他控制不了 他也知道自己错 他控制不了 为什么呢 你看 又黑色鬼老大 你说 哎呀 你这个人正孝顺啊 他乐不乐 他也乐呀 但是他顶不住金钱的诱惑 那个东西诱惑他呀 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呀 他苦啊 你看我们作为老师 咱们都是修行人 你说谁想 谁不想孝顺父母 谁不愿意夫妻和睦 谁不愿意清净心 念佛往生净土 师父啊 我的心老不清净咋整呢 师父就千百千万次 跟咱讲 为什么 师父就大慈大悲 天天跟你讲 天天讲 一句话 不知道讲了多少万遍 百万遍了 师父说 师尊讲经说法 也是千万次 讲了四十九年了 那你说咱家 那个 咱家孩子不愿意好啊 咱家孩子不愿意想好吗 他不愿意想考第一名吗 他又习气控制不住吗 主要是我没学会以前呢 抽烟 喝酒 打麻将 财色名师税 我全都有 包括现在我都有 因为我自己有 我想把它放下 暂时还放不下 业障吗 所以我就体会到 谁都想好 谁不想好好过日 他控制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 能不能批评 干嘛呢 无尽的大悲 永恒的爱意 无微不至的关怀 永恒对他好 他怎么立 你怎么立 我肯定爱你了 绝对没别的话 我就要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要对你好 智诚就感通了 说朱老师 你真想孝敬父母啊 给父母磕第一个头的时候 我想了一个星期啊 磕不下去啊 一进门了 我当时父母住在我弟弟家嘛 我弟弟家在四楼 我把安全门一打开上楼的时候 心中啪啪啪啪啪 我弟长王不是 你可保佑我呀 给我点机缘啊 不让我那个弟妹在旁边 要弟妹在旁边 我她头就磕不下去了 那真保佑啊 进屋了 就我妈一个人在屋里 喀 我就磕 那头我也不饿整地 就磕下去了 我说妈呀 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孝顺你 妈以后我肯定好好改嘛 我肯定好好孝顺你 妈我肯定好好孝顺你 喀 磕下头 我妈就哭了 她也想不到 这怎么突然回家磕头了 这是 说三十多岁 怎么磕上头了你 以后我妈说不用磕头了 你们夫妻俩好好过日子 你好好尊重领导同事 好好为国家贡献 那我就高兴了 以后呢就给妈鞠躬 给老祖宗鞠躬 这样 说朱老师 你看给妈磕头都那么不容易 咱还学佛这么多年呢 何况一个不学佛的人 或初学佛的人 他哪怕能赞美笑到 咱都阿弥陀佛 好 指挥老师 所以我们用一个孝敬的心 对面对一切就好啊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就夫妻和睦 因为夫妻和睦 太重要了 我问过很多老人 我问过很多老人家 我说大爷啊 大姨啊 那你 你觉得 咱们做晚辈怎么做 你们做老人家的 就高兴你 多少个老人就跟我说 孩子啊 你们小两口别打架 我给你钱都行 你就孝敬我了 夫妻和睦 是孝道的一部分 是孝道的成长 是孝道的发扬 说兄弟母孝在中 夫妻和睦 孝在其中 是孝道最好的落实 就是夫妻和睦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走过了一个 非常很艰辛的道路 大家通过这个 大家也知道 那我的业障 我真的是 过去是地狱总性 你看我的脾气这么大 我跟我太太 是什么样的一个姻缘 那么心里 还有一点点孝道吗 出对象以后 就交女朋友了吗 就把我太太领回家了 给父母看看 同不同意啊 我母亲是非常 有涵养的一个人 她话比较少 我母亲不是很愿意说话 她是挺沉浸的一个人 很安详的一个老人 这是我母亲 我们结婚 都有孩子以后 我们老打架 我母亲才跟我说 就我太太领着 太太回家 让父母看 我父母就 我母亲就把我们俩的 拔这儿 拿去找我们那个地区呢 有一个批拔这儿 非常好的一个老先生 可以批拔这儿的 这拔这儿是怎么说的呢 这两个孩子 哪一辈子不离婚呢 但是我母亲没说话 我母亲压根就没跟我说这话 你看我母亲了不起吧 那时候还没结婚呢 我母亲都没有强烈反对 我母亲都不说话 你看好就行 我太太那个人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他心量非常大 德行也很好 那打架的就是命呗 人就说恋爱是最快乐的 咱俩借一次面 搭两次架 咱们宿舍 因为我住宿舍嘛 在宿舍那个秀山 他俩住一个宿舍 他把我们俩看成一种浪漫 他说像你们这俩出得多好啊 打也不离婚 多浪漫啊 我说秀山兄啊 你不知道多痛苦啊 你看人就很奇怪 就这样还结婚 说结婚几乎是每天打架 那我太太的痛苦 我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我痛苦 现在才知道 我太太当年比我更苦啊 那我太太怎么苦 我就不先说了 先说我自己的苦啊 一个你的大男人 你说我还有一份工作 稳定的工作 你看 我苦到什么程度 那种人生的压力啊 无奈啊 到什么程度 就夫妻之间出不好 真是很无奈 我们单位五十米 有一个公园 叫人民公园 里边有很多树林子 我每天中午 都要到树林子里边去苦 就是干 干苦 为什么要苦呢 我要说不苦的话 我下午这个地方 就是满的 我必须去苦 苦完了 就这个地方就舒服了 怎么苦呢 就是在树林子里 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呢 就干苦 没有眼泪的那么苦 那人生是相当苦了 周老师 那你是想 我太太有多难过你 她还是一个女的 我是男的 你还能到处走走呢 所以 如果没有佛教 没有传统文化 我走不了今天 那么我学了凡事训以后 学弟子规以后 是不是得改啊 改容易吗 周老师 改过是一个什么过程 我跟大家汇报 我修行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供大家参考 你不改的时候 那活是稳定的 老是这么大的脾气 当你要准备改变你脾气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效应 我把这个效应总结了一下 叫上三效应 怎么上三效应呢 越想改脾气越大 越想改脾气越高 高到一个点了 到了三顶的时候 再就发一次脾气 小一次 发一次 小一次 发一次 小一次 这个过程 必须忍耐 我用了十五年 这个过程好不好呢 不好啊 周围老师 当你走过来的时候 你感恩 感恩什么呢 就在改过的过程当中 成就了你的忍辱波罗蜜 脾气一次比一次大的时候 师父的经历还听不听 了凡自信 你学不学 弟子归你落不落实 考你了 你相信佛不 你相信改过 必胜智慧不 但是改一次 那业障越来越大 怎么办 继续听经 继续改过 大家注意老师 他是个人呢 他是个凡夫啊 那个心脏 就这么跳啊 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老师要放手 我当时采取一个方法 就有一个老师 他叫什么 叫李守慧老师 他陪了我六年半 他怎么陪我呢 他当时没有结婚的时候 他陪我 这晚上跟太太吵完架了 这一宿觉睡不好啊 早晨六点钟 我就骑着车子 六点钟 我已经到他家了 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他还躺着呢 学会今天 跟太太不愉快了 我说是 好 他坐在那儿就听我讲 我讲了 一个小时 讲到七点上班 他一句话都不说 他从来都不说我不好 他学会你太难了 他学会你太不容易了 他听了我六年半 没有好的同传道友 没有粮食义友陪伴你 你走不出来 你都会崩了 所以现在很多老师 外地来的 还有我们这个地区 到我们这个中心来 别批评他 你听他说 你别批他 他是想来靠一靠 那修行人 谁不知道谁对谁错 现在李守辉老师知道我 他说我知道你错 你也知道你错 但是你肯定要找人说说 所以很多 外面来的同传道友 包括我们内部的老师 彼此之间要干嘛呢 我用一个打引号的字 要彼此惯着对方 你惯他点 你惯着他 打引号 你惯他点 为什么 太难了 现在的社会 物质的诱惑 各种诱惑 难不难 他又想学好 你看 我有一个朋友 七个人 咱是哥们 人家是一家一台车 有一个哥们家里 是一家两台车 我现在七个电动车 还是太太骑的 还不是我骑的 能不能平衡 不容易 所以我不敢走进 他们的圈里 比如他们一年 找我吃顿饭 第二次吃饭 我都不去 我怕我心动 咱学佛15年了 害怕心动 主位老师 怕心动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还不干净 不是 要么当官 我是不敢当了 让我当官 你就给我一百万 阿弥陀佛 拜托了 千万不要 让我当 当官哭 我知道 他说有钱 有点钱就行了吧 这个我不敢说 在内心深处 隐隐约约约 还是觉得 钱多了舒服 你看 这就是没放下的 没放下咋办呢 远点 咱知道没放下 还靠近 那不找麻烦吗 咱没放下的事 咱就远点 放下了就没事了 他就不燃你 所以我做过老师 我也有学生 他们都做很大的官了 请我吃饭 只能请一次 第二次我肯定不去 太豪华了 太有钱了 太舒服了 阿弥陀佛呀 去完了回家打妄想 那我要是干 我也能行吧 总不是今天这样吧 朱老师 知道理性告诉自己 那不行啊 那将来会出麻烦的 梦幻嘛 所以你看 咱自己都这样 那我们旁边的同传道友 初学佛 他有点烦恼 咱就有着点呗 咱就无限的爱呗 他就愿意来呀 为什么 到这儿来 他最放松啊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嘛 说我过去就批评我太太 甚至批评父母 现在我就给自己用一个字 我要关着我父母 你关他点行不行啊 那妈不也是像孩子一样吗 就关着八点呗 下期就下期呗 关着点呗 太太今天 今天那个同学吃饭 吃点吃点呗 太太就特别愿意跟你在一起 同传道友特别愿意在一起 同传道友愿意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跟你在一起 他就得不到批评 他就心里没有压力 如果李索辉老师 他不惯着我六年半 我就走不出来了 我当时就能跟着干 我知道我错 那我也得跟你说说 为什么 烦恼不是 所以因为 我经历过那么一段 李索辉老师给我演出来了 现在很多老师 他跟我说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是 你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 当年我就这样 有一个人 能接受我的倾诉 能惯着我 他就把我养起来了 他把我养大了 这惯是什么意思 大引号的惯着 其实是什么 慈悲 这个给我带来一个特别好处 就是我的脸往外长 脸过去为什么 因为往你长 像刀一样 脸像刀一样 你现在能包容人家 能倾听人家 像大海一样 海纳百川 赶紧的水行不行 行啊 好啊 脏水行不行 污水河行不行 没问题 都来吧 到我这 到我这全是衣味 全是爱的味道 咱全爱别人 海纳百川 不舍污水 这不就是米勒吗 那你长相像米勒 所以有一天 我突然对一个问题 我能产生原谅之心了 我正在卫生间洗手呢 我突然就原谅了 那种观念了 当下我就知道 我脸上的一个纹 变化了 为什么 相有心声 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拜佛像 那都提醒啊 我特别愿意看我们中心 那个米勒菩萨 我就在那看一会儿 我喜欢永远像他那种微笑 谁多痛苦到我再来 我都给他传达微笑 我就像米勒菩萨那样 我就是海了 你倒来快倒 你把所有脏东西到我这儿 到 阿弥陀佛大医王 最好的心理医生 所以我在大卫干嘛呢 负责投诉的 所以人都不愿意干 我的很多同事都告诉我 你这工作应该加工资 我说为什么呀 我说我还觉得 我这工作挺轻松的 他说你这工作就接受垃圾 垃圾处理战 这份工作应该是加工资的 其实是什么 主委老师我很感恩 我们学佛以后 能够把慈悲传达出去 把慈悲表演出来 把广大 宽广 凭证 不可献祭表演出来 这是咱们阿弥陀佛吗 所以说主委老师 我刚开始就是这么痛苦了六年半 就李水辉老师他就能容下我 让我讲了六年半 我不讲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 他学会啊 你还能跑我这来 你看人家丹安 他往哪跑啊 主委老师 咱家太太往哪跑啊 他搭点孩子吃饭 不要上班 我跑了找人请叔 他找谁 说主委老师 咱能不生活在感恩的时间 我们起烦恼的时候跑了 人家在支撑着我们家庭的运转 孩子的成长 说现在我还是用 惯的这个词来对我太太 所以我现在太太变了 我太太皮肤特别好 白白胖胖的 他现在开始慢慢学佛 每天听佛号 也学会布施 但是刚开始那段 主委老师非常难啊 夫妻之间是最难相处的 为什么呢 每天在一起 那齿轮离得非常近 主委老师 我给你讲几个 我刚开始要 把夫妻关系 搞和睦的时候 我走了很多 很辛苦的路 这辛苦的路 就是自己的辛苦 不是太太给的 太太真的是 太太是受害者 是我的受害者 是我害啊 我自己苦是因为 我自己有脾气 我的有个性 我就决定 跟太太一定不吵架 决定不能吵架 特别是老人在咱家 岳母来的时候 决定不能吵架 好 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 这一次就是我那个火 上了三家那一次 最清楚的一次 从那一次 以后我的火就走下坡路 火就放出去了 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 对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 那个 那天早晨我记得很清楚 我正准备上班了 跟我太太吵起来了 我一看我憋不住火了 我怨母在咱家呢 憋不住了 我马上踹鞋就往外面走 你看你当你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真的是控制不住啊 我往外走的时候 我太太本来跟我岳母一起吃饭 那你别动啊 你跟我吵架 你别动啊 她就奔着我就来了 奔着门口过来 我正要往外走 她就来了 我说我再说一句 我不跟你说 我走 她就直接奔着我来了 这家伙就上来了 业障现前 我马上把鞋脱了 我进屋 去我就动手打她 自己不知道 到底怎么瞎的手 当时为什么那么大火 就不知道 就是一种那个气啊 哐就起来爆发 我一拳击把我太太打这了 眼睛都打碎了 那个血啊 都喷到墙上 这个地方封了三十多针 刘总 这是我干的事啊 这就是我 我曾经干过的事啊 完了 这事完了 我当下我就傻了 这事做完了以后 当下我就没电 怎么没电了呢 我就知道快 这是做得太过了 我上班的时候就特沉重了 那可难受了 就这个过程特难受 因为我很难受 我就知道改过的同修 真的是不容易啊 学佛的同修 其实都不容易啊 你说我上班了 我能有心吗 我说这咋办呢 我岳父啊 他特别爱孩子 我岳父知道了 肯定不能让我 我倒不是怕他不让我 我这人有性子啊 我将啊 我不怕你不让我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我这个事做得太过了 不对劲 人家打我骂我都行 但是我太错了 你说怎么办呢 这时候想起佛了 我知道任何人都救不了我 任何人都不能把 这么大的事摆平 你说我岳母的什么心 我岳父的什么心 我上单位以后 我就找领导 我说今天有点瘦请假 我就回家 那是九月份 我们最热的时候 八九月份 是我们东北最热的季节 那是白天嘛 我回到家 回到家我就把那个 我就上佛堂了 我就在阿弥陀佛面前上香 我就开始礼拜 我这个时候我知道 若有几难恐怖 但自归命 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者 我这时候只有求阿弥陀佛了 求观世音菩萨 我在阿弥陀佛面前上香 礼拜 拜了两柱香 那个拜垫全都湿了 拜垫都是汗水 最后一柱香要灭的时候 我就知道好死了 内心有感应 我说好死了 以后呢 我岳父真的去找我 我岳父本来想找领导 后来他不知道他改变主意 他就找我聊了一会儿 当时我对岳父都不客气 你说我那性子多大呀 所以改这个性子 但是从那以后 我这火就一天比天小了 我在孝顺岳父岳母的过程当中 我都不知一次地跟我岳母磕头说对不起 后来我决定就别说对不起了 再说人家都烦 我记得我可能磕头说对不起 都可三次以上骂我对不起 说骂我怎么又犯错了 我岳父和岳母可厚实了 我岳母像米勒一样 可厚实的一个人了 他说你是孩子 能没有脾气吗 你老人家多慈悲啊 后来老磕头老所对不起 我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我决定以后不说了 以后我就改吧 现在就是 我跟岳父岳母关系就相当好了 我回去陪我岳父喝点酒 他有时候陪他看个电视 陪他说说话 现在就彻底改了 所以朱老师走过这个路 是相当不容易的 你看从一个命中注定的 两口打一辈子不离婚 我们俩到什么程度 我们俩要去离婚 到民政局去离婚 那我们也没有离过婚 离婚的时候 那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 这离婚要带结婚证来 那我跟太太商量 咱俩就明天再来吧 这明天再就没去 老祖宗保佑啊 到今天我们这么和睦 说因为我和睦以后呢 我有一天骑着车 我眼泪就差点下来了 走在家门口 我说我很幸运呢 老祖宗有德呀 佛不是要保佑我 能够学佛 学习弟子规 能够去改变自己 你像我这个年龄 又是个男的 能学佛 多不容易呀 有几个人 有我这个缘分呢 多少人家庭不幸福呢 我就想 从今天开始 如果谁的夫妻俩打架 求到我了 我义不容辞 我去肯定摆平 求阿弥陀佛保佑 谁家孩子出问题了 如果我能帮忙 义不容辞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们俩夫妻和睦以后 我的父母 我的岳父岳母多高兴 我岳父岳母 现在可高兴了 我回到家 给他去买礼物 还有一个人 我的孩子受到多大利益 我就觉得 有几个人像我这么幸运 说谁要是夫妻之间出问题 孩子出问题 我愿意帮忙 当时我就发了这个愿 因为佛菩萨帮我 中国传统文化把我帮了 我也愿意 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传出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受益 那么 我的火气开始下降了 但是爱心没有 这个夫妻关系 还是没有彻底的转变 这是我太太做了一次视线 让我的夫妻关系 彻底改过来了 那大概是三年以前 这个视线可把我害苦了 他说什么视线呢 视线病相 他怎么视线呢 我太太啊 刚开始我不知道啊 他到处去找医生 他找医生干嘛呢 他说他得癌症 他说他真的得癌症 上总流医院 我们的好多个大医院去找 找到后来呢 那医生都怕他 他就让医生说 我肯定有病 你为什么说我没病 我有病 你为什么说我没病呢 我这有癌症啊 你看我这有癌症啊 拍那个片子 片子出来没病 他说你看这片子有个点啊 医生怕他 不行他就那样 他已经变得什么 特别恐惧啊 就怕死医生啊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给人磕头 刚开始我不理解 我生气啊 你不折腾人吗 我刚开始不知道 我岳父岳母先知道 他没告诉我 后来实验长了 我不就知道了吗 我岳母就把春患哲教我了 学会啊 春患哲贵你管吧 他这么折腾啊 他把钱都花没呀 没病就检查呀 这个检查 那个检查花多少钱 吃药 忧郁症 后来我想 他为什么得这个病 我能找我人去倾诉 他找谁去倾诉 他就内心 理疾 极理 极理 忧郁 就说自己得癌症 那看了多少医生 后来我这个 对佛法都没信心了 我看他怎么治也治不好了 仙家也早 谁能治病就行啊 我就领他去啊 都手忙脚乱了 放生 花钱 放生 家里本来没有多少钱 我只能也得放生 放生 效果不明显 印经 还是不明显 主要是为什么不明显 他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跑了那么多个寺院 去拜访明寺啊 师父你救救咱 师父就给他那个 还有那些干露丸的 都给咱吃啊 不好使 放生 还是效果不明显 印经 效果还不明显 主要是 扎证 不行咱找仙家看吧 有人说仙家好使 看 咱去 还是不好使 那主要是 那您说原因 到底处在什么地方 对呀 忧郁说 那不我心有病吗 他夫妻是一体的 一切终生都是一体的 他有病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有病啊 但是呢 虽然是到处跑啊 有一条 我听老公的奖金 不总断 如果别人求我利益终胜 我肯定不减断 这个就豁处命 不能离开佛法 你看啥都行 但老公的奖金 我是必须每天听的 就这一个把我救了 有一天听老公讲经 师父讲 许泽居士 这个三规五届住的圆满 许泽居士要想往生 他决定往生 哎呀 那我说我就看看 许泽居士他怎么做的 许泽居士在台湾大学 大概是 有个会答这个大家的提问 其中有两句话 我是在营口市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上班课中午吃饭的时候 听许泽居士的一个访谈 我就得到这两句话 因为听师父的话 去学习许泽居士 许泽居士告诉我两句话 爱能疗伤 爱能止痛 当时听完这两句话 当下就明白了 啥不再跑了 决定不再找人了 怎么做 所以听到这句话开始 我就决定 我永远爱我太太 很多人都说 送精神病院了 我跟我爸还聊呢 因为我爸我妈的学佛 我爸我妈决定不能送精神病院 因为我们家商量了 他就在一面之间 他说我没病 他真的 他真没病啊 诸位老师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真的是佛呀 我们不知道 他真没病啊 那他为什么有病呢 他就是 他在想得到我的爱 或者说 他想引发我的爱 你看你不是说 你到外面去爱别人呢 家里的我 你怎么不爱你 你实在不爱 没办法 我只有四些有病 嘟嘟你吧 你不能给我打架吧 你怎么办 你给我讲道理 讲不了吧 怎么能治病啊 你只有通过爱 才能把我的病治好 爱能疗伤 爱能止痛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发现 以后任何医院不去 他去是他的 我肯定不再找了 任何人我不求了 我永远爱他 很多通战道友在找我 学会这样行吗 我说肯定好使 爱能疗伤 爱能止痛 永远放弃批评 放弃抱怨 放弃不满意 从今天开始 我做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 用打引号那灌着 那 从 从着 灌着 灌孩子那灌 我就灌着他 适当的 我就灌着他 我太太 想上那大姐家 我说你去吧 有时候一住 就一个半月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我孩子正好 要考中点高中 要中考 要考中点高中的时候 我一个人 我打点孩子 收拾家 我太太 愿意上学家住 就上学家住 包括那个 刘克仙老师 还领着 上青岛 还领陪着他 你去 我高兴 你去吧 你去放松 但是 我永远 对你好 十个月 朱老师 好不好使 十个月以后 我太太好了 十个月 朱老师 爱能疗伤 爱能止痛 我做个实验 不只是在我太太身上 做实验 我第一个成功的实验 就是我太太 我就是对你好 决定不会批评你 但是有时候 还发作 发作后你忏悔 你说我怎么又批评太太了 那么太太回家以后 我第一个表达 爱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给他盖背 我每天晚上 最少一次 我如果上卫生间 我肯定要摸一摸 他的背 说不需要盖背的时候 我也会把他那个 在头那地方的背 我跟他撑一撑 再掖一掖 因为这个动作 做下去以后 我内心特别温暖 我那爱心就开始流露 我太太有时候醒了 不用不用我热 我说不行不用 盖一盖好 我还给他拽一拽 这个动作到现在为止 我都保持 现在我要求我自己什么呢 礼经诸佛 我如果对太太有一个念头 不恭敬她 我就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没做到 我是要求自己 但是我没做到 你看有一次 我这么要求自己的时候 产生智慧 就做了那么 可能做了半点 就有味道 有一天我坐在床上看书 她躺下了 我说答案呢 因为她那边 我坐在这边 她在这边 这边这桌上有水 有一杯水 我答案呢 跟水滴给我喝点水 她不是声 我答案呢 给我滴点水呗 求求你了 求你了 阿弥陀佛求你了 我太太给端木 不端 那朱古老师咋整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就不吱声了 我说我这是有业障 这是因果现前 你看我肯定 我就没照顾好人家 果报现前了 以后我都好好照顾她 将来她就能给我端水 相信因果 过一会儿 突然她就来跟我说话了 她把她这一天 见到谁了 咋回事 跟我说 我也不吱声 她就怼我 你听见没 我说嗯 你怎么不说话 听见没 我说嗯 你怎么不说话 我说这嗓子太干了 说不出来话 她就把嘴滴过来 我喝完了 我就开始说话了 我说嗓子好死了 朱古老师 师父上人讲 清净心生智慧啊 我玩了以后 我都觉得特经典 这么美妙啊 你看问题怎么解决了 爱能疗伤 爱能止痛 你保持清净心 你别说人家错 你过一会儿 那花节呢 你说这两口子多和谐 六合经不从咱家开始吗 你看这个问题处理以后 我就感觉到 这个佛教太好了 这礼经诸佛怎么这么好呢 给我这么大的智慧呢 给我这么潇洒的人生呢 所以我说幽默从哪里来 从礼经诸佛来 马上就误住 真不可思议 所以夫妻之间相处 主位老师 你用礼经诸佛去做 你就特别感应 你看我这是一个故事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都是我自己 夫妻相处 产生那种 智慧的火花 智慧的光明 有一天我太太说 今天那个饭 我已经定时了 就到那个点 那个饭就熟了 有那么一种锅 比如说六点开饭 他六点 那饭就熟了 饭呢 我已经定时了 菜呀 做好了 你热一下 给孩子一起吃 我说今天不在家吃饭吗 今天我上饭店吃 我就顺着就说了 我说 那大安呢 几点回来 我太太不愿意了 我上哪儿去 还得跟你汇报 你一辈子都管我 你还要管我 朱老师咋整 这个时候 我们先生要这么说话 咱太太咋办呢 那咱太太这么跟咱说话 咱先生咋整 这时候 我正在那个打字呢 我在电脑上打字呢 他一面串心 一面跟我说 你还要管我 管我一辈子 我当时 大概是这么一种表情 我说 太太你看 我也不是 太太你看 我也不是那个 哎呀太太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太太咋整 我 太太咋办呢 你说 我就这么一说 我太太俩事就没气了 要出门的时候 就回头跟我说了 我同学今天来了 请我们吃饭 我八点半以前能回来 什么叫和言爱语 什么叫身心柔软 过去我就来劲了 你是谁呀 跟我这么说话 我问你不对呀 我跟你妈打电话 你看我问你对不对 那岳母 给岳母打完电话 岳母肯定说你对了 学会你对了 那你能不跟先生说说 你上哪儿去吗 把那个 自己还对了 你对了 家庭怎么起矛盾呢 我曾经啊 我全是理啊 我大一家的二哥来了 我说二哥 你说我 你说我太苦了 你说我给你讲几件事 讲完了 我二哥就这么说了 学会啊 我看你呀 就全有理 理都在你这儿了 我说你 我说二哥 你说我苦不苦 他说你怎么不苦呢 你家 你不就当法官了吗 就讲理吗 家庭成法院 家庭是法院吗 老讲理呀 拿着地址规去卡人家 你看你这没做到啊 你这个没做到啊 地址规是要来爱人家的 是守孝提示犯爱证 是不 老何能讲 我们做的事情啊 要合情 合理 合法 你看 合理合法以前有什么 合情啊 菩萨不是绝有情吗 那夫妻之间不是有情分吗 那他说了一句 就是错的话 先生这话说错了 错了咋整个 有恩义啊 有情义 有道义 咱不得原谅吗 咱不得理解吗 关怀吗 慈悲吗 罪老师 我就觉得 你说你心里乐不乐 就低气点就完了 太太 哎呀太太 我不是 哎呀太太 我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我心里是清清静静的 但是我就要这样说 一直在太太面前表演悲戏 你看他 你看他 你说先生这么悲下 你说他就没气了 活一下没了 和谐 怎么能够和谐 怎么能六合径 谦卑 咱们在任何人面前都谦卑 和了 这个世界是和谐 所以在家庭这个问题上 周伟老师 我有太多的经验 经验特丰富 为什么 酒病称良意 周伟老师 后来我就想 阿弥陀佛 大义王 这阿弥陀佛 怎么能做了大义王呢 你 明白了 他也在普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无数的苦难 所以才有无尽的搭配 和永恒的爱心 为什么 经历过 所以所有的痛苦 都是慈悲的保障 没有痛苦 没有慈悲 你没有经历 巨大的痛苦 你不可能有深厚的慈悲 你不会有无尽的爱心 你没有 因为自己知道 自己那份痛苦 修行的不容易 才知道 他能到今天 他能念一句阿弥陀佛 哎呀 啥话别说了 这行啊 你能到我们这儿来 看一眼佛像 哎呀 好死了你 你毕竟成佛你 吃饭来 吃饭 永恒的爱 那你说谁管的 护法神管的 你别管 我们的责任就是爱 就是孝敬 就是关怀 永恒的 那主位老师 你天天关怀别人 那信多平 永远关怀 唯一的关怀 无尽的关怀 你看 就平的 平等心 佛心 所以 主位老师 我就简单地讲一讲 和睦 第一个咱们讲孝敬 第二讲和睦 主位老师 如果你在这个孝敬老人和夫妻相处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主位老师你可以找我 咱们聊一聊 看看我能不能提供一些经验 第三个话题呢 我想跟大家谈谈感恩 为什么要敢 我们因为要孝敬老人呢 我们就到大连去跟全国十大孝子王羲海老师学习给老人按摩 所以我们这些老师呢 我们身边的老师按摩的技术都很好 因为在老人给老人按摩的时候有孝心得到加持 我们都有这个手啊 有灵感 所以因为 经常孝敬老人吧 就是孝敬一些老人 他就特别习惯 比如有一次我们从大连 从大连上课回来 那车厢特别挤 我们都是买有座的车票 但是看到有些人呢 穿的都不好 站得很辛苦 我们就换着座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大姐胖胖的 站着那实验场可辛苦了 穿个拖鞋 没穿袜穿拖鞋 我们这个老师 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商量 他肯定站实验场了 他脚啊 冲血 特难受 火车很挤啊 就更难受 我们老师商量 还有六颗仙老师 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商量 我说咱们请他坐下来 给他按摩 他坐下来了 大姐 大姐我给你安安脚吧 老弟啊 这多不好啊 我大姐没事 我们就学这个的 我们学按摩的 你看看我们按摩技术怎么样 你就当个模特呗 让咱练一练呗 然后呢 我就把他脚啊 他坐在我对面那桌上 我就坐下来 大家说那你按摩 你坐吧 我就坐在他斜对面 我大姐 大姐你把脚伸过来 给他按脚 脚都肿了 他胖了 脚都肿了 冲血肿了 按完了以后 顺着脚再开始按腿 那么我一看这个大姐呢 很厉害 很厉害会产生什么状况 对先生很厉害 对领导很厉害 那么他肯定会有一个症状 就经椎这个地方难受 他不通 因为头是手嘛 你不净尊长 你个经椎这个地方 都用于处毛病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说大姐 我再给你按个后背吧 我其实 我看他脸色以后 他很厉害的一个人 我就知道他可能是 这个地方不通 我就给他按 他可舒服了 后来我们几个人 就问他 大姐啊 你是干嘛的 他说我是抚顺式的 清洁工人 他们那二十二十个人 全部都是清洁工人 当我们给他按摩的时候 这二十多个人全体感动啊 为什么 他说没见过啊 在伙子上就能给他按脚 穿个拖鞋 你不嫌脏吗 注意老师 其实啊 当你坐下去的时候 你就非常贴切 你想象的时候 我怎么能给他按脚呢 这能按下去吗 但是你当你按下去的时候啊 你完全都没有感觉 就像一个病人呢 你给他洗大便的时候 你不做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我能做吗 这个我能做吗 当你坐下去以后啊 你内心特别平静 就是洗厕所一样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说这厕所我能去刷吗 当你蹲下来去刷厕所 你别站着刷 你蹲下来 你厕所很近去刷的时候 你特舒服 你一只要不觉得脏 为什么呢 性德流露 智慧流露 大家可以试一试 你去做就知道 所以那一下 说刘老师 那个全部车厢的人感动 没见过 我们曾经有一个老人 就前一天 带他儿媳妇和孙子 这个老人就脸色特别不好看 后来呢 刘老师就跟这位老大姨 就说话了 刘老师说 大姨啊 我给你安安脚吧 安安腿吧 这大姨说好啊 他穿着皮鞋 他说我脚有味 刘老师说没事 我们就是学这个的 按摩的 他把脚伸出来以后啊 他的腿啊 都是肿的 腐肿了 原来他这个 他这个肾脏也不好 心脏也不好 血压也不好 然后呢 那刘老师开始按摩的时候 这是我也过去了 还有我们的一个周敬华老师 也过去了 干嘛呢 一起给他按 刘老师呢 就按脚 我就按腿 那个 周老师就陪他说话 后来 刘老师也陪他说话 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按摩 干嘛呢 来跟他交流 他有病 他心里已经是有问题 他会有病 心里没毛病 身体怎么会有毛病呢 这个大姨刚开始不说 后来视线长了 通过按摩 我们心里就开始 就是交流沟通 他说 他离开老伴 到他儿子家带孙子 他又有病 对老伴不满意 内心深处呢 可能对媳妇也有些意见呢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 带孩子很辛苦 后来刘老师 就很有智慧 刘老师说 那大姨啊 咱们一起唱歌好不好 大姨说 我不会唱歌 他说没事 咱们唱 咱们那个老的歌曲 我们唱 那么我们大陆 有首歌曲就是 共产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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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他不好意思唱啊 在火车上 人多啊 我们几位老师都过来了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这不就好吗 这大姨 他实验长了 他就被感染了 凡复都是睡静转嘛 我们一起唱的时候 他就唱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他在脸上就开始有微笑了 不然就是那种 愁眉苦脸的 内心哪有笑啊 你唱别的 阿弥陀佛 他可能不懂 然后咱就唱 后来唱一唱 刘老师就特别有经验 我们的老师都特别有经验 唱唱社会主义好的时候 歌词就变了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然后再唱什么呢 先生好 媳妇好 孙子好 儿子好 哎呀 最吓得 他开了 我们一起唱以后 就开了 他脸上灿烂的微笑 那种感应不可思议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巧妙就运用上了 您说 政府给我们提供 这么稳定的修学环境 香港多稳定 大陆保着 有困难 有困难找大陆要钱 香港啊 对不对 咱们敢不敢政府啊 敢不敢大陆啊 对不对 师父 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 您说看电视 一家好几台电视 随便看 听师父讲经 敢不敢 我在单位 我过去不敢了 我说你单位领导 那你挣钱应该的 你领导坐车 你挣的工资还高 但突然有一天 我忏悔了 我说我在单位 这么平静的生活 我还能修行 我们单位吃饭 随便吃了 大家想一想 但市场谁管 是不是领导管 包括是主任管 我们每年法将军 得不得局长考虑 朱卫老师 敢呢 我们这样敢 你说好像是我们给人家按摩脚 给一个清洁工人按脚 按他的腿 按他的后背 我们好像是给一个大姨 跟他一起唱歌 但是朱卫老师 最得利益的是谁 本来我们坐长途骑车 是非常辛苦的 长途火车 非常累 还拥挤 车上没有空调 但是朱卫老师 当我们给这个老人按摩 给他一起唱歌的时候 您有什么感应 你全身体马上就清凉了 一点疲劳的感觉都没有了 为什么 一切众生而为苏根 当我们去爱一切众生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佛博萨的加持 得到一切众生的保佑 因为他就是我们 爱一切众生 就是爱我自己 所以当我们孝顺父母 夫妻和睦 当我们用孝敬心 用恭敬心 去爱一切众生的时候 其实生起来的是 无尽的感恩 永恒的感恩 为什么 我们自己发喜充满 我们真正体会到 失者比受者更有福 助人为快乐之本 我们真正体会到 孝敬是一切美好的源泉 爱 是一切美好的根源 所以孝敬 和睦 让我们生起感恩心 所以我们感恩孝敬 感恩和睦 感恩付出 那么时间到了 今天就到这儿 天生特别感恩我们 祝福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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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